焦大生浪漫搞過頭 床點擺燭為女友慶生 遣燒旅館 新竹市這間位於大樓最高兩層的旅館 昨天凌晨發生火警 50多名旅客緊急疏散到一樓 景霄在起火房間發現 床上擺著沒燒完的圓形彩色蠟燭 那每一次怎麼會有蠟燭在床上 一定是擺上去的啊 原來國立交通大學4年級學生張志遠 為了幫女友慶生 昨天凌晨先入住旅館房間 在床上點起100個彩色蠟燭 排成Happy Birthday 之後騎車去接女友 想製造驚喜 結果蠟燭引燃床鋪 引發火警 旅館頓時煙霧瀰漫 房客倉皇逃下樓 景霄趕到撲滅房內火製 幸而景床鋪燒毀 焦大生帶著女友回來當場傻眼 還被業者求償百萬 因為旅館裝潢和地毯全泡水 這個呆頭焦大生 萬萬沒想到耍浪漫的代價這麼貴 是自己想出來 對自己想 非常非常抱歉 就是因為要幫朋友慶生 然後就因為帶旅館點蠟燭 然後想說三四分鐘就一下子 就會讓整個火災 每旅館的老闆娘 還有內棟的租屋 還有更新的市民 跟抱歉對不起 我還不做 焦大生雖然誠心道歉 但錢還得賠 最後只好請老爸連夜從台中北上 與旅館協調賠償 動新聞 小新浪漫搞貨頭報道